以前如果有把 有把小孩爸爸帶給他看 我就是看不慣 我那個時候還有 我還有問金剛 我說妳見過這個人嗎 所以我見過 我說那妳覺得他OK 我跟你講妳問金剛 金剛不準 為什麼 金剛說 只要有人要他就OK 因為真的 金剛說 我跟你講 這輩子只要有人要妳 那就是真愛 金剛都OK 我就是看不慣他戀愛腦 我跟你講他從 第一次談戀愛到現在 他都不敢把男生帶來給我看 因為我是那種很直的人 我覺得這個人不OK 我是不會給他面色 我就會直接 不會給他好臉色看 然後我就 我跟你講我哪一些部分會打槍 我其實之前就跟他講了 我說妳不要找一個 年紀比妳小的 因為 他是一個需要被照顧的人 我不要說經濟方面 我覺得他的心靈層面 是需要一個比較成熟穩重 要有社會歷戀 人生歷戀的男人來照顧他的 那不行吧 他偏偏就找一個年紀比較小 再來就是經濟方面 他經濟很獨立 他從小就自己出來工作養自己 我說 妳要找的那個男人 不一定要養妳 因為我覺得大家自己經濟獨立 養自己就夠了 可是妳不要吃虧 妳不要倒貼 他就很愛找這種 說妳從新加坡來台灣 生活已經跑夠遠 現在女兒今年要上小學 他們打算全家移民台東 對 真移民 不是 不是啊 我們台北房子賣掉了 我們現在在台東 對啊 對 他們已經賣掉了 我們賣掉了 所以我們要 你是要遠離他吧 對 我跟你講 講到這個我真的是 我先講妳不要插嘴 妳先講我會滿生氣的 對 對 因為我們比較希望 我們女兒在一個比較大自然 然後沒有框架的學校裡面長大 讓她快樂學習 所以我們覺得台東 是個非常適合我女兒的一個地方 然後學校也很適合她 就華德福教育 華德福 非常適合我女兒 所以我們打算七月半過去 那其實我先生在三年前 就已經跟我講她要搬去 那我知道這件事情 但我不知道會這麼快發生 所以直到今年過完年 她說好 我們來賣房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知道這消息 然後那時候她又發生事情 因為我答應過她 我會好好照顧她跟我的乾女兒 那我很放不下我的乾女兒 不是我 妳 我放得下 因為她是一個正能量 很強大的人 而且她很懂得照顧自己 我比較放不下我乾女兒 因為在她手上 我覺得有生命的危險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很揪心 就放不下她們兩個 空公如果在命公的意向 因為像老師說我本人也是空的 空有個特質就是 我其實接受度非常廣 我對於任何事情 接受不管怎麼樣發展 我都會覺得 那是可以我包容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說這個人長什麼樣 我可以包容 我可以接受她的想法 這個人怎麼樣 我可以接受她的想法 但空公會有個特質就是 她的人生沒有太明確的方向 也就是說我要做些什麼 我要完成些什麼 我不知道我不確定我要些什麼 我會有一個想要 感覺好像包容 把東西都拉起來的這種感受